沟通的时候 我们需要分辨对方是怎样的人 分辨不是批评 不是论断 什么意思呢 每一个人有他的品质 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 他们不同的生命 这个我们需要了解的 我们与每一个人的关系也不同 不能说他是基督徒 我就可以跟他结婚了 你不能这样说了 有很多种基督徒的 但我们分辨人 这个不是论断 而且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从他的言语和大人介物 认识他是怎样的人 因为有些人是很自私的 有些人是很幼稚的 有些人是很固执的 有些人是很不开心的 我们与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了解他是怎样的人 观察他是怎样的人 然后 然后第二 当我们留意到人的长处的时候 也欣赏他 这会建立与他的关系 也可以帮助他发挥这些成像 所以说 有些人留意他有长处 其实很多人不好 他还是有长处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人的好处 我就欣赏他 这会帮助他建立生命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关系的 第三方面 大部分人很难接受人的意见的 尤其是固执人 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 思想这个人 是不是能够沟通他的问题的 还是不能的 有些人是很难沟通他的问题的 我们就分辨他是怎样的人 怎样建立关系呢 就能够更能祝福人的 首先有爱心 接纳人的心 看到人就很想祝福他 第二是摄身处地 就是想到 如果我在他的情况 我在他的困难会怎么样 就想到他的情况 接受他的情况 摄身处地 第二是第三 接受人很难改变 这个世界上 能够接受人的意见的 基督徒很少 在世界上的人 更难接受意见 第四 从他的角度 去引导他去改变 明白他的情况 询问他想不想 处理现在的情况 想不想改变 什么意思 从他的角度了 有些人只是担心 我不开心 人对我不好 这是烦恼 你跟他讲 神是全能的 对他来说没有关系 他没有兴趣 但你讲到 你不开心 神能够帮助你的 神能够依据你的 神能够帮助你 活得更开心的 从他的角度 他会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建立关系 从他有兴趣的地方 例如孩子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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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建立与他的关系 但 你建立与他的关系 但 孩子有兴趣的 地方 虽然有些东西 我们没有兴趣 但孩子有兴趣的 你跟他谈这些东西 他会更 更有 更回应的 更有回应的 因为他看到你 关心他的事情 例如你的老公 如果他很喜欢看 你的老公 很喜欢看 主球的 很喜欢看 打球的 你跟他谈一谈 关于打球 他可能会有兴趣 跟你沟通 这个是 根据这个人 喜欢的东西 跟他沟通 当然如果这个事情 是不好的 是犯罪的 我们就不要谈论 但看主球 不是犯罪 这个我们可以 跟他沟通的 有些人 他们的情况 情绪的问题 我们可以怎样 引导他 去处理他的情绪 然后第五 在过程中 欣赏他的 什么努力 让他知道 他的进步 有什么好处 就欣赏他的 好的 然后建立关系 最重要不是说话 最重要是聆听 有没有声音这个 最重要是聆听 很多人聆听 有拦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聆听的时候 就是用我们的角度 我要他怎样改变 所以没有聆听他 聆听是 例如刚才 我们示范的时候 我们上午的时候 示范的时候 这个姐妹 在中间分享 他惧怕 适奉 他有这个惧怕 然后对方就说 就说 你在神里面 就不惧怕了 神会给你力量 这个是正确的回应 是圣经的回应 但这个不是 能够回应他的感受 因为没有聆听他的情况 当他讲到 他被人批评 觉得自己很慢 觉得自己有困难 我们聆听到这个 就回应他这个 这个才是聆听 有些孩子说 不开心 不要不开心 这个不去聆听 为什么呢 他不开心 你就了解他 有什么不开心 但有些人说 我没有时间 去听我的儿子 儿女他们说 不开心的地方 太难了 但我告诉你 你从小 听你的儿女的问题 他长大之后 就会跟你沟通 你从小 都没有聆听他的话 他就不会 跟你沟通的 你永远都说 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不开心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他就会觉得 跟你沟通 是没有用的 所以结果 聆听是非常重要 任何时间 我们听到人说什么话 就想一想 如果我是他 我会有什么感受 好了 第二 明白聆听的重要性 聆听就能够 帮助我们语言连接 刚才你听到我 回应这个姐妹 她说她惧怕 失风的时候 我怎样每一步 每一步 她说起初 她说 她觉得自己太慢了 做得不好了 我就了解她什么慢 然后我就了解 你慢的时候 你做什么 她就告诉我 她慢的时候 她就会重复学习 重复听这些讲道 学习这个讲道 讲什么 我听到 我就留意听 我听到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就回应她 这是非常好的 我也问她 当你重复学习的时候 你能够学习到吗 她说能够 我就根据这一点 我就问她 当你能够这样 能够处理 能够重复听的时候 能够学习 你觉得你能够 学到的能够记忆吗 能够放在记忆里吗 能够进步吗 她说能够 这个我就是引导她 让她看到 她有这个能力学习 这个就是透过聆听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 都尽量去聆听 其实你问一问你的配偶 你说你说话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我有没有回应你 有很多人以为有回应 他不开心 你就说不用开心 不用不开心 你以为是回应 其实这不是回应 这是吩咐 我也是要明白 这是吩咐 你不开心的时候 人对你说不要不开心 你会不会觉得他关心你的 不会的 这个不是关心 这个是吩咐 好的 在我们留意 也处理自己的情绪 聆听的时候 也专心的去聆听 好的 聆听同时留意 他讲的内容 也留意他表达的方式和情绪 如果有人发露 你看到人发露容易看到吗 他的眼睛很松 他的肌肉很紧 他抓住他的拳头 他说话的声音很硬 你就知道他发露了 是不是 你留意 如果你跟人说话 他一边看着门口 他就想走 或者是现在没有手表 手表 手表 没有手表 以前的人都会看手表 看中 就是说你快快讲完了 或者是你一边说话 他一边往来 东张西望 就是他没有兴趣听你说话 这些都是需要留意的 你讲到的时候 你一边讲 人都东张西望 就是他们都不须再听你的 我希望你现在都留意听 这些对我们沟通很重要 对我们生命也很重要 好了 然后第三 留意重点的话 什么重点的话 他说 我的老公对我不好 老公对我不好 这个是重点的字 他不听我说话 他不关心我 这是重点的字 这些我们就留意了 身体语言 就是他的 是不是紧张 是不是他的面色是怎么样 这是身体语言 身体的行动 是不是跟他高中 他低头 你问他 其实你问人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问他 你昨天做了什么 然后这个人眼睛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他就不需要真心的回答你 他在想怎样回答你 我再示范一下 李温元 你为什么 执道 他的望天 他就想 用什么方法回应你 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要告诉你真实的情况 他会马上说出来 如果他像上话 或者像下望 是因为他在想一个谎言 这些我们可以留意的 你跟人沟通的时候 有些人去说一些谎言的 同时我们聆听也接受他有软弱 接受他有情绪 接受他有这个情况的 好了 现在这个非常重要 你们要写下来 这个 这句写着六点 五点 对不起 第一 上面的 其实左边的开始 行动 人的够的内容 很那时候 人说 我不知道扣动什么 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 尤其是有些男性 跟老婆没有什么话说 他说 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话 第一样可以说的 就是行动 我刚刚去了那个地方 我买了什么东西 我做了什么工作 这是行动 行动是我们沟通最基本的 我刚刚做什么 行动很重要的 我用这个例子 你跟一个人沟通 他好像很累 你就觉得他没有兴趣听你说话 但可能他对你说一句话 你就明白 他说什么话了 我昨天晚上没有睡觉 所以我现在 我在 我的身体 很累 所以我 现在这个状况 我很难 我很难 我不能听到你说什么话 我听不到你说什么话 他就是说出 他在做什么 我听不到你说什么话 我不能 不能专心听你说话 应该是这样说 我不能 做不到 我做不到 他这样说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原来他昨天晚上没有睡觉 你就说 好了 你先去睡觉 我们明天才谈了 这句话已经令人知道他很累 但有些人是这样的 别人跟他沟通 他一边很累很累 没有表达 没有说出来 别人就以为他不喜欢他 因为有人跟你沟通 你不看着他 他以为你对他没有兴趣 他就会抗拒你 他就会不喜欢你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语言沟通 你不留心听 他就会觉得你不看中他 他就会很不开心 就破坏关系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行动 有些配偶 出外面做什么事情 没有告诉老婆 老婆就以为他去找女朋友 以为他在外面有女朋友 这个就是没有沟通 其实他做什么事情 告诉家人 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第二 感官是什么 就是看到听到 身体感受到的 这个很重要的 例如你说 我看到你笑 我就很开心了 我看到你笑 我看到你有不开心 我看到你好像有些重担 或者是我感觉很冷 很热 有些人觉得这个不重要 但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你说我看到你笑 我就开心了 这句话令人有什么感觉 很明明就有关心 关心 非常好 就关心 就会因为你留意到 他笑 他笑 其实 其实 讲出这个感受 这个感受 讲出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说 我看到你笑 我就开心 这是一种感受的回应 情绪的回应 是很重要 我想问你 有没有人对你说 我见到你就开心了 我就笑了 有没有人这样告诉你 有没有啊 我见到你就很开心了 有没有啊 多不多啊 多不多了 大部分人都不会这样说话的 大部分人都不会表达感受的 为什么呢 他觉得 我见到你很开心 好像你很伟大 我是很微小 觉得 不愿意说出他的感觉 但其实 说出感觉 是令人觉得 知道你的内心 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人 你从来不知道 他里面想什么的 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他没有将他里面的话 说出来的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你觉得跟他做朋友 容易啊 不容易 因为他将自己收藏起来 他以为收藏起来很安全 但其实 别人就很难与他做朋友 与他做朋友 其实做基督徒 我们都需要学习这些的 你有没有留意我 讲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有 我的感情表录出来啊 我的开心啊 兴奋啊 我见到你们的改变啊 我开心啊 你都会听到我说的 你就觉得 你更容易明白我是不是 你觉得 你知道我的内心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 沟通 见到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见到有人用心看着我 你的眼睛有开心看着我 听到 听到的时候 你开心听到我 我是很开心的 这个 我这句话让你知道 这是我们的眼睛表达的事情 对方看到是有感觉的 但很多人没有说出来 所以你不知道 但我会说出来 我见到你很开心啊 这样的话就会 令人觉得舒服 是不是 被接纳 被接纳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这是 很容易 这个是不容易学的 如果你用起来 用得好 你语言的沟通会非常好 我实际上会解释的 这五点 是你沟通 很重要 很重要的五点 你身体的感受 例如你说 我冷这是很基本的 我有些冷 我有些日 或者是我很累 这是身体的感受 然后第三 思想 就是 思想包括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做是好的 我觉得 这样侍奉神是好的 我觉得 人没有爱主的心 侍奉神是不好的 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 我们对很多事情 都有我们的看法 这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能够说出 我们的思想 语言就明白 当你听我的道 你知道我的思想吗 你知道我看中什么吗 你知道我看中什么人吗 知道还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 其实我说得很清楚的 我看到有人 侍奉神 我是很开心的 你有没有 听到这一点了 我在寻找 有信 侍奉神的人 是不是 我有没有看中 你们的侍奉啊 从我的话 你会知道 我的思想 看中人的侍奉 看中人对神的心 看中人爱神的心 这个就是我的思想 我的信念 我所相信的 然后感受 感受情绪 我上一堂已经讲过了 希望你们记得 开心 第二 忧愁烦恼 第三 这个第一 开心 忧愁 愤怒 愤怒 惧怕 第五 羞恥 内疚 第六 受伤害 表德感受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 你表德感受的时候 人会明白你的内心 知道你什么喜欢 你告诉人 我看到你很开心 你煮的菜 我很开心 我见到你做的 我很开心 你侍奉神 我很开心 就令人觉得 被接纳 被看中 好了 渴望 我想什么 我用个比喻 两夫妻 两夫妻 他们在吵架 两人吵架 然后有第三人 观察到 他们在吵架 他就问其中一个 你想你的老公做什么 这个老婆马上说出来 这个老婆觉得很开心 因为有人问他 你想什么 或者是 你跟你的配偶说话 然后他说 你想我做什么 你会不会觉得开心呢 他问你 你想我做什么 然后你说 我想你陪我 我想你帮助我 原来说出 我想你做什么 也是沟通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人就明白 你想要什么 就明白 你的内心想什么 就能够知道 怎样与你合作 合作 这五点 你的行动 你身体的感受 你的思想 你的心灵的感受 你的想要的东西 这五样 我希望你记得 我现在说一下例子 请你告诉我是哪一样 是哪一样 我觉得音乐很重要 这个是什么 我觉得音乐很重要 我觉得音乐对人很大的帮助 这是什么 大声一点 思想 思想 我信神能够帮助我 是什么 我信神 我信 我相信神能够帮助我 信念 这里没有信念 也是思想 你信也是思想 我看到你在出汗 我看到你在出汗 是什么 感慌 是的 是的 我有些累 也是感慌 我有些不开心 不是 感受 感受 我很想你们都爱主 渴望 是的 我现在在讲道 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多问题 我希望这个世界 我希望更多人信耶稣 我看到有些基督徒不爱主 我看到有些基督徒 感官 我看到有些基督徒听到的时候不专心 感官 好的 我现在 你大约明白这五点 是不是 那我想你举一个例子 行动的例子 可不可以说一些行动的例子 行动 行动可以是以前现在将来 我现在正要出外面 这个是行动 我要出外面 是渴望 你听清楚啊 我现在准备出门了 这个是行动 我想出门了 是什么 渴望 好的 请你说一些行动的话 我想告诉你 这五点很重要的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怎样应用这五点的 所以你必须要操练 行动 任何一句话都可以 正在赞美神 正在赞美神 是的 非常好 有些时候 一个句子可以有两样的 我看到你在赞美主 看到是什么 感官 你在赞美主是什么 行动 所以可以两方面放在一起的 好的 思想 可以说一些思想的话吗 我好想赞美神 我好想赞美神 我很想 这是思想吗 渴望 渴望 是的 思想 给我一些例子 我觉得一旦美神 的声音还好 好好 这句 很好 我觉得 思想上觉得 这个是思想 好的 感受的立即 感受的立即 我听到一旦美神 我好开心 是的 哪一个部分是 这个有两个部分 我听到你赞美主 这个是什么 感官 然后你赞美主 是什么 行动 然后我很开心 是什么 所以有三样东西 在这里 好的 我现在告诉你 这五点的重要性 和怎样使用 使用手续 这样这些五点 能够随时留意 什么时候是行动 什么时候是思想 什么时候是感受 什么时候是感官 感官 什么时候是渴望 随时能够说出来 这个就帮助我们的沟通 用一个例子 刚才我用这个简单的例子 我看到你笑 我就开心了 看到是什么 是感官 你笑是什么 行动 我就开心了 是什么 感受 我想问你 有人这样对你说吗 我看到你笑 我就很开心了 有没有人对你这样说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你会 笑得更惨了 笑得更惨了 会更开心 是不是 而且你觉得 你跟这个人的关系 可以变得更好 是不是 你觉得这个人看中你 是不是 所以这个沟通 传递一种观察 也看中生命 就是 有些时候 我们看中人的生命 不但是说 我看中你 有些时候是说 我看到你这么努力 我就很开心了 这已经是 沟通了 已经是告诉他 我看中你的 好的 另外的例子 我看到你 今天有些累 你可以告诉我 你有什么感受吗 我想问你 我看到是什么 感官 你有些累 是什么 也是感官 就问你 你今天有什么感受 是感受 你曾经做什么事情 就是有些时候 有些人曾经做很多事情 所以很累 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就是刚才这句话 我看到你今天也是累 你刚才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你感受什么样 我想问你 这句话传递什么 我看到你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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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什么 行动 你有什么感受 去感受 如果孩子看到妈妈很累 这你的妈妈 他走过来对你说 妈妈 你有些累 你刚才有做什么工作 你有什么 是不是有些不开心 你听到有什么感受 我想问你 这你的妈妈 如果你的孩子对你说 妈妈 你今天有些累 你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不开心 有什么 你是不是做了很多工作 你会有什么感受 很开心 为什么开心呢 他关心你 他观察你 而且能够说出来 但如果他当时说 妈妈你很累 这个可能会表达什么呢 妈妈你很累 可能会表达什么呢 可能会是正面还是负面 可能是负面的 就是妈妈 你的样子很累啊 但你这样说的时候 没有表达出关心 但你说 妈妈你有些累啊 你是不是有很多工作要做啊 是不是做完这些工作很累啊 就会表达这个关心 是不是 所以你对有些交友 表示关心 对孩子也是这样的 但有些人说 如果我常常关心我的孩子 我就很忙了 因为孩子的情绪很多 如果你说孩子啊 你今天好像有些不开心啊 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我想问你们 小孩子 这里的小孩子 如果你的妈妈对你说 你今天有些不开心啊 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你听到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的妈妈说 我看到你有些不开心啊 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听到会开心还是不开心 你会要求 你会怎么样 你会要求啊 我会很开心 为什么会开心呢 妈妈关心你 妈妈关心你 你不开心她都留意到是不是 对 但有些妈妈说 这样我就很忙了 整天她都不开心怎么办了 但其实当我们能够说出 观察到对方的感受的时候 你今天有些不开心 是观察是不是 这个感 感官 然后不开心是什么 感受 然后你了解 问有什么事情发生 是什么 行动 这个就表达 你观察对方 你关心对方 你看到她不开心 你关心 这个就建立关系 有些人说 我没有朋友的 我想问你一下 这里有多少人 你有非常好的朋友 你有什么困难都能够告诉她 她都能够安慰你 你觉得很舒服了 你有不开心 你必须找她 你有这样一个朋友 请你举手 起码有一个 你不开心 你会找她的 有没有啊 不多 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上太少人关心人 太少人能够表达对你的关心 太多人说的话 不知不觉令你不舒服 不开心 但你能够说出 关心对方 观察到对方有什么行动 我想告诉你 姐妹我 我想告诉你什么 我看见你笑很多次 很多时候我都见到你笑了 你们有没有见到她笑啊 她很多时候都笑了 你给我一种很开心的感觉的 我见到你 我觉得很容易与你连接的 很容易与你沟通的 好 等一下 我们今天看到她是不笑的 我们今天看到她是不笑的 你经常看到她不笑 你有看到她不笑 是的 但我看到她很多笑 为什么呢 你经常看到她的开心 你在笑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的 那我们就看到一点了 原来我们开心 也令对方更开心 只要我们说出 我看到你开心 我就开心 也令对方觉得被安慰 被接受 被看重 是不是 对 这样被看重 是不是就容易有朋友啊 开灯开灯 我告诉你 我有很多朋友 我有很多朋友 因为我语言沟通 人都觉得舒服 所以语言很容易跟我沟通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 关心人 回应人 欣赏人 这样的话 你就有更多的朋友 更好的朋友 你想不想啊 基督徒要 做美好的见证 是不是需要有好的朋友啊 需要的 如果你没有好朋友 你传福音的时候 有笑吗 没有笑 因为人都不喜欢你 你传福音 你不关心他们 然后你传福音 他们就觉得 你都不关心我 所以这种 能够沟通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拒绝人 拒绝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里面 你所有的感受 所有的经历 我能够沟通出来 这个是首先我了解 我里面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经历 我所有的经历 能够沟通出来 这个就是这个拒绝人的帮助 首先帮助我们 去到我们里面 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经历 有什么感官 什么思想 什么渴望 我们里面都有这些经历的 但很多人这些经历 都没有表达出来 所以两个人沟通 我告诉你 很多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了 很多人的关系 我用这两个代表 两个人 两个夫妻 两夫妻 老公想什么 老婆不知道 老公里面有什么担心 他没有说出来 他只是很烦躁 老婆不知道 你是这样 这样的话 他们就好像两个荒岛 两个荒岛 你明白吗 两个荒岛 两个没有连接 很多人是没有语言连接 就好像荒岛 在世界上 没有语言有连接 没有语言有连接的话 你生活就很孤单 你也不能全面性的帮助人 沟通的时候 很多人是教导 刚才我示范给你们看 我辅导这个姐妹 她说 世奉的时候 她的惧怕 不是这个 她现在不在 这个姐妹 我沟通的时候 她就感受 我没有问她 但我会想 她会看到我去关心她 聆听到她的内心 这个就是沟通 然后我回应她 引导她 这个就是 能够与人沟通 你能够与人沟通 你的生命就有更多的朋友 你能够说出你里面的世界 你能够有更多人支持你 你能够支持更多人 这个就是 这个好处 这个目的 你的生命也更大发挥 所以这个 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现在再示范一下 为什么这个重要 而且你可以引导你的老公 或者是你的儿女 引导他与你沟通 为什么需要引导呢 你的老公回来不开心 不出声 你看到她的表情 你看到她是不开心回来的 有些老婆就只是问 什么事情发生 你不开心 你的样子不开心 她就觉得被压迫 因为很多男人不喜欢讲他们发生的事情 不喜欢讲她的困难的 那你可以怎样与他沟通呢 你可以说首先 你今天有些累 有些不开心 我关心你的 加上这一句 我关心你的 你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感受 我知道你的感受 我会更明白你的情况的 这样的话是不是舒服很多啊 但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老公老公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说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永远不告诉我的 你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这样的话他听到是什么呢 批判 所以他不会喜欢讲的 有些时候我说很多老公都 男性比较不喜欢讲他的内心世界的 但一方面是他不愿意讲 但另外一方面是有的女性是怎么样的 他讲出他的情况 女性就容易批判 或者是马上吩咐 你要去药啊 你要找医生啊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这个老公不想听 太多吩咐了 或者是批判 你没有照顾自己 所以你就病了 这个是批判 不知不觉 这些话或者态度 就令他觉得 老婆就是 常常都是啰嗦的 就是很多话说的 这样的话 他就没有兴趣 说出话来 但如果你能够 观察到他不开心 你说 你可以这样说的 我今天看到你有些不开心 我关心你的 我想为你祷告 祷告 你说祷告 是我为你祷告 不是说你要祷告 你要祷告 他不喜欢听的 因为这是吩咐 你要祷告 你要依靠神 不要担心 这个是吩咐 我们需要明白 吩咐 通常人不喜欢听 但你说 我知道不开心 你可以告诉我吗 或者说 你告诉我 我可以为你祷告 我也关心你 你告诉我 我会觉得更明白你 我会很开心的 你告诉我 我也很开心的 这样说话好不好 你观察到 要你有什么感受 我关心你 我有关心 我有不开心 我想为你 我想为你祷告 我想帮助你 不要说帮助 我是我想为你祷告 我想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你可以开心一点的 我觉得 当你告诉我 你的情况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 就会改善 我觉得你告诉我 你的情况 我会很开心 我觉得 对不起啊 刚才 我觉得当你与我沟通的时候 我们的婚姻可以进步的 我们的沟通可以更好的 这个就是使用这五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 为什么呢 你需要写上这五点 你操练这五点应用出来 首先与你容易沟通人使用 我看到你很开心啊 我看到你很留心学习啊 你很努力啊 我看到你赞美主的时候很投入啊 这是我看到 我觉得你是非常爱主的 我觉得你是 很有 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基督徒啊 你可以被神大大使用啊 神喜悦你的 我觉得神喜悦你的 我也关心你的 这样的话 你说出这些话 就是 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我想告诉你 这五点 是讲出我们里面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观察到的事情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渴望 但很多沟通 不是沟通这些 它是沟通别人的事情 啊 这个人不好啊 他不好不好 都是别人 这个不是沟通 这个是 讲闲话 讲别人的事情 沟通是将我们内心世界 讲出来 也 尝试去了解对方 当两个人的沟通 能够将内心世界 讲出来的时候 关系就进步 当两个人明白对方的时候 关系就进步 我的太太是非常留意我的 她见到我累 她马上了解是什么事情 她见到我 有些时候我想到一些困难 我就 一下叹息 她马上观察到 马上问我 你想到什么 你什么不开心 有些时候这些意念 而是想到一些困难 都会 一下 一下的叹息 她就马上观察到 她马上会了解 她不去强迫我 她会了解 这个就是她的关系 她明白两个人 越多方面沟通 越多方面明白 了解 关系的话 关系就进步 这个是聚会 我希望你听到 叫写撒来 应用出来 你的沟通就会进步 首先 与一些 与你沟通容易的人 沟通 然后你就尝试 帮助一些 与你沟通 有困难的人去沟通 就是有些人很固执 你也可以问她的 那你最想什么 你关心的是什么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了解 虽然你不认同 你不认同她的看法 但你让她说出来 她可能会觉得 你关心她 有机会她会被你改变 你们能够应用吗 希望你开始应用 这个需要操练 我告诉你 我参照两天的训练 这是训练这个 拒绝人 我们操练用不同的方法沟通 我现在是很熟悉 我听到人说话 马上知道是什么 我也知道什么 另外是知道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律法的话 我也知道人说他的感受 或者是他的思想 我听到人说话都能够分析 这是我感谢神 给我这些学习都是非常宝贵 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 因为你是充满恩典的神 你是与我们沟通的神 你是关心我们的神 你是有聚会的神 感谢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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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爱我们的 你与我们同在的 哈利路亚 神你真好 神你真好 我刚刚关心了 但你怎么了 感谢天父 我欣赞你 我欣赞你 我享受你 我没有你就不可以的 我必定需要你的 有你我就有一切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神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 发挥我们的生命 生命被你提升出来 也帮助我们语言的沟通进步 一步一步一步的进步 感谢天父 给我们这些教导 求神提升我们的生命 感谢天父 荣耀归于你 有神正好啊 哈哈 啊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